人工智慧用途越來越廣泛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研究團隊 就快開發出了能夠飛天 又能夠走鋼索 滑滑板的機器人 另外貝多芬來不及完成的第十號交響曲 只留下了筆記 還有片段的音符 AI在反復學習大師的風格之後 也接手撲寫完成 大師本人來不及撲寫 就撒手人寰 全球粵迷無緣聆聽的貝多芬一座 第十號交響曲 在AI人工智慧與音樂團隊合作下完成 十月九號在貝多芬的家鄉 德國波昂舉辦了全球首演 去年為了紀念貝多芬兩百五十歲名單 音樂家團隊跟德國電信啟動了這項由AI完成第十號交響曲的龐大計畫 專家先整理貝多芬對第十號交響曲的筆記 推測大師的想法 然後幫AI認識貝多芬 輸入大師作品與草稿 學習貝多芬風格與創作脈絡 還得教AI樂理 熟悉交響樂基本格式與創作方法 人工智慧慢慢演算與修正 學習速度越來越快 最終得出最貼近貝多芬風格的作品 雖然一路都有反對聲浪 團隊認為貝多芬也是時代的創新者 相信他會統一這個計畫 人工智慧能文能武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團隊新研發出的機器人Leo 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多關節雙腿 以及雙肩上四個螺旋槳推進器 來保持平衡並且進行複雜動作的機器人 騎十五公分高的Leo能像無人機一樣的飛行 也能行走 滑滑板 在松垮垮的鋼索上也能站穩 發展出半走半飛的獨特模式 研究人員說這樣的組合能夠突破步行機器人 被崎嶇地形限制 以及飛行機器人太耗電等各自的局限性 混合起來功能更強大 關於Leo的研究論文已經上線 並將刊登在十月份科學機器人期刊 公視新聞 社會總編